仿欧式建筑屋頂還有窗採光不錯 外牆木條裝潢看似小木屋質感 有房東在租屋網上PO出 獨立景觀雅房出租 五平五千元沒想到真相是 從屋到有組裝起來 原來就是美式賣場賣的組合屋 在國外當成倉庫用 但台北市的包租公異想天開 跟著租屋網地址來到北投這邊 發現是一條窄巷 在巷裡面的老舊公寓 四樓上面還有一層鐵皮屋 組合屋就放在裡面 四層樓的老舊公寓 從外觀遠遠看 就能看到鐵皮屋裡藏有組合屋 就有鄰居曾經看過 房東般組合屋進出 上面就專門擱金給住人 是喔 頂頭在加算 這邊假設那種兩房或三房 都已經要兩萬多塊了 人命關天這種錢 我除了它除了說的比較貴之外 我覺得後面的責任是 很不負責任的行為 附近雅房行情約8000起跳 組合屋進函開出 月租5000 民眾不敢置信 租屋文還寫著隔間清材料 網友諷刺說 組合屋當然清啊 還說涼爽不悶熱 挑高隔熱遮雨棚 簡直太騙了吧 怒劈比鐵皮屋還爛 像車體或是貨櫃屋 作為居室或辦公室用的情形 如果說你不經過申請許可 或申請建築指導 我們會視同圍商建築來處理 一旦組合屋算違建 建管處有權可以強制拆除 而事隔不久 房東也撤掉租屋網文章 轉變低調 台北居大不易 用組合屋也能當包租公 著實令人大開眼界 記者侯錫雨 陳文杰 台北報導